這台機器呢 它很特別的就是說 它可以從沙拉、前菜做到煮菜 沙拉呢 我們可以做一些明蝦沙拉 或者是培根沙拉 或者是一些雞肉沙拉 那我們可以先把一些培根拉或明蝦 或者雞肉把它拿去燒烤 那再來呢 就是說 我們可以做到呢 就是譬如說它的前菜 前菜我們可以做一些 譬如說是百菇串烤 或者是青椒串烤 或者是一些雞肉串燒 或者是牛肉串燒 或者是豬肉串燒 都可以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可以利用這台機器做主菜 主菜呢 我們可以做到 譬如說像剛剛說的 厚切牛排 或者是魚排 雞排 或者是羊排 我們都可以做到 所以這台機器其實是 雖然它只是一台燒烤 但事實上它可以做到就是全方位的一些烹調的料理 那同時呢 它是利用最健康的方式 是利用紅外線去燒烤 所以它可以保存食物的鹹甜滋味 所以吃起來是非常的健康 而且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烤肉我們都會使用很多調味料 或者是一些烤肉醬 其實那是很不健康的 它的熱量也非常的高 那一般使用這台機器的時候 我們都會建議你 事先使用橄欖油 或者是海鹽 黑胡椒去做調味 那我們就是把它直接這樣烤上去烤 烤一烤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吃到最健康 我們對身體最無害的食物的原味跟美味 像一般那種三公分厚的那種牛排 它這台機器只要利用10分鐘就可以烤完了 那這就等於我們只要在家裡花10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很輕鬆的吃到一般五星級飯店 才能夠享用到的那種牛排